欢迎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诸法代表处和祝德代表处 纷纷举办国庆酒会 特别的是 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 布豪特还带来国庆大礼 亲自宣布台法打工度假协定 在近期内就会完成签署 酒会现场上宾客云集 不少欧洲政要人士请子出席 像是法国前参议院友台小组巴蓬 德国国会机民党机设 国会党团副主席福克斯等人 贵宾们也都大方受访 给予台湾祝福 我愿意向大家说好节目 我愿意向大家说好节目 我曾經有兩年來的幸運 兩年來的幸運 您有一個美麗的國家 您有很多人 我們總是在家裡 我祝您和您的國家 最好 為您的國家 和您的國家發展 祝發代表呂青龍致詞時 向貴賓們介紹總統馬英九 就任以來的外交成果 像是前副總統蕭萬長 在APEC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面 就見證了馬總統 常年推動兩岸關係的 務實政策 而祝德代表陳華裕 則在致詞時 特別著重台德雙邊關係的進展 現場氣氛熱絡